回豐集團行政總裁幾勤,今早早在過八個公司同事夾到歡迎之下,第一天回到香港的辦公室。 慧豐將行政總裁辦公室遷移到香港之後,行政總裁的管治就會在香港進行。 紀勤說集團日後將會銳意發展亞洲和其他新興市場。 對於美國總統奧巴馬日前提出的金融業監管措施,幾近相信,對匯豐影響有限。 又指,英美近日對銀行業提出的監管建議,目前都只是政策討論文件,距離實際的執行還有一段時間,而且估計還會有所修改。 匯豐本身亦都會參與有關討論。 我們會參與,我相信我們會有所謂的權利的說法因為我們會成為一個很成功的監管, without問題, 沒有必要去參與政府,等等。 主席